美国关切中共迫害新疆人权议题 近来针对当地维吾尔等少数民族 遭到强迫劳动的情形祭出反制 拜登政府最近下令 禁止进口来自中国涉及强迫劳动的太阳能板材料 共五家中国能源和材料相关企业遭列黑名单 美国说明对中制裁行动 是展现G7公报中的共识 力图消弭全球供应链中强迫劳动的情况 中国则回应新疆强迫劳动是一场骗局 并指控美方的心境 不仅违反国际贸易原则 更打压了新疆的发展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中方对美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制裁中国企业表示强烈谴责 在全球太阳能及多精细供应量中 新疆地区占了约45% 由于拜登政府曾宣布2035年前要实现无碳发电 势必仰赖发展绿能 如今制裁新疆太阳能板裁掉 绿能政策是否受到影响 备受关注 对此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指出 这项制裁与拜登推动清洁能源的目标并不冲突 美国不会在依赖强迫劳动的情况下 推动国家发展 中央社综合报导